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生活中 平常很多人坐摩托車 屁股就歪歪的 怎麼說 怎麼樣歪歪的 我可以把它立起來嗎 摩托車就可以看出一個人有沒有 是 怎麼講歪歪的 很多人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我在後面看 有時候開著在後面看 很多人他其實就沒有坐正 他的屁股就是歪的 就是坐住就這樣騎 就是奇怪怎麼就是歪歪的這樣 而且就駝背 而且屁股好像沒有完全坐在坐墊上 對 老師 我跟你講 還有一個跟那個 你們一定要這樣雙菜出去玩嗎 不是 剛剛那個壓車的有沒有 你們有經驗嗎 就以前會給就是男生這樣子載 我們去聯誼的時候 然後壓車你壓 對 他壓車然後我都會覺得 就是很可怕 就背載的人都會覺得很可怕 就感覺車子要背出去 其實男生最好不要亂壓車 還有就是自己平常生活中 因為很多通勤族會 一開一騎摩托車要30分鐘 所以你一定要坐好量身高 然後不要這樣子 因為你躺著脖子都會不舒服 而且腰的震盪 脖子的震盪都很嚴重 所以我建議 因為我們的這個椅子 是有點弧度的 所以你要檢查一下 你的坐骨有沒有壓在正底下 來 方圓圓你壓壓看 屁股正下巴 有兩塊硬硬的骨頭 有找到硬硬的骨頭 你要把那兩塊骨頭 就剛好壓在你的汽車坐墊的兩邊 你要很有覺察力 然後想像你在量身高 手肘不要開開的 對 不要開開的 因為開開就容易駝背 所以你量身高 手肘夾起來 事實上要這樣子做 這樣子 就不要開開的 不要駝背 不好意思 老師 那我們背在的 我們要什麼姿勢可以維持 如果 當然親密的就扶著腰 不親密就扶著後面 就這樣子 就是稍微扶著 或者抓著後面 也可以維持我們背在的姿勢是正確的 對 所以騎摩托車當然要做好 因為它是在震動的過程 尤其有些坑洞 對 不會坐後面的麻煩你拉直 拉直 就是要把身體的重量 放在你的那兩個剛才 其實我覺得要有一點點放鬆的彈性 因為很多人是太用力了 很緊張 會來個揮邊效應 他的脖子 對 整個很危險 剛才講的揮邊說 煞車就這樣 要有一個彈性的狀態 你的身體的內在核心 還是要微微的含住 就有點像提缸修復的感覺 但是上半身是延伸放輕鬆的 你要平常日常做很多事情 對不對 在交通上面更危險 原來詢問這麼大 對 延伸而輕鬆 而不是鬆垮的輕鬆 這不一樣 延伸而輕鬆 充滿了身體的彈性 你剛剛這樣講 我都想把手放在臀部下面 像我們做這個高腳椅 好像也是要往上 對 其實如果像他們瑜伽老師在盤坐 一定會要大家把屁股往後拉一下 對 對 天啊 以後大家騎機車多了一個姿勢出來 就是不可以骨盆後勤 對 就是你要挺直 我們日本人講立腰 他們跪坐也好 坐在地上也好 腰要立著 對 但是不是僵硬的 不是折腰對不對老師 對 要延伸 對 要延伸 除了這騎摩車亂騎壓車之外 或是坐沒有坐姿 然後震到這些頸椎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NG動作 會傷到你的脊椎是不是 是的 大概有哪些動作 我們其實平常常見的一些脊椎的問題 有四大二席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其實常見的是 翹腳跟脫下巴 翹腳 脫下巴 脫下巴為什麼會 一般其實翹腳好像傳說中會傷脊椎 到底真的會嗎 事實上在2016年的這個復健科的雜誌 他把病人 確實去做翹腳的動作 跟脫下巴 像我們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樣發現說 這群病人其實只要拖10分鐘 我們就要讓他回來站站直 去測他的正常的脊椎的直度 角度 我們會發現說 他是不正常 回來正常結構的時候是不正常 所以假如長期是這樣的情況下 確實是有可能會有影響 第二個 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久坐 現在大家都這樣 久坐其實一般人會覺得 我整天坐辦公室 什麼叫久坐 久坐是多久 久坐事實上大概30分鐘 所以我們一般跟病人說 假設你坐了30分鐘 你應該至少起來走一下 你早說 像我們都應該要找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久坐的時候 我們的椎間盤的壓力 就是我們的Cushion 是最大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面 很容易造成椎間盤突出 或者是這樣的問題 當然像剛才說的騎機車 其實我們腰 我們很講究在開刀的時候 我們要重視是什麼 腰的一個弧度 對 所以像剛剛老師講的 我們要把弧度拉高 要有一個自然的弧度的情況下面 那這樣的腰椎的力量 也會比較好 所以騎摩托也不要騎太遠 不要超過30分鐘 再來其他比較常見的 大家知道像低頭看手機 這個我們其實 頸椎往前會 又力量會比較大 那受力會比較多 那還有一個比較少見 就是說像搬中物 其實搬中物的時候 我們也要注意 我們搬東西的時候 不能說用腰的力量 而是我們應該要彎髖關節 彎膝蓋 腰要打直 就像我們在看搬家公司的人 其實他的腰是打直的 所以像我有病人 他其實光搬東西 忽然間 他一個椎間盤突出 壓到神經 甚至導致 他暫時性的癱瘓 好險我們及時把他手術 所以像這種情況 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在這邊特別提醒大家 這四樣東西 我們平常比較沒有注意的 就是翹腳跟拖下巴 還有久坐 所以坐30分鐘 一定要坐起來 好不好